小副總統 蔡董事長 賴院長 還有在場各位媒體朋友 在場的貴賓 已經現場的貴賓 大家好 如果這兩天大家有看到 黃仁勳有關深層時AI 台灣的願景 跟蘇智峰在談AI 科技產業的轉變 就知道這是一個新的科技的拐點 台灣在這次科技的拐點 不只是一個受影響者 而是我們是一個供購者 我們台灣的確是世界的支柱 相對於2007年Apple產生了一個科技拐點 台灣在這一波的科技拐點裡面 我想是非常重要 像剛剛小副總統談的 我們在全球的供應鏈的角色是非常重要 那另一方面是說 在全球近領碳牌的壓力跟驅動力體下 這個AI的科技拐點 加上整個全球近領碳牌的雙走的壓力跟挑戰 我想對台灣非常非常的艱鉅 所以台灣不能用走的一定要run 而且不能只要run 而且我們要非常精確的國家的經濟 社會還有科技產業的目標 就像剛剛有一位原住民朋友在問到 對原住民土地在未來的相關探權的保護是怎麼樣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今天台大風險社會及政策研究中心 在富邦金控 尤其在蔡董事長連連的支持底下 我們今天來報告第三屆的企業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我們今天的報告的指標底可以看到 我們在談政府跟企業面對近領碳牌落差 這個十次這樣的一個轉型的挑戰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這個研究其實我們有非常多的研究者 年輕成員 我就不一意介紹 但是我們今天特別台上我們請到政大的創新學院的變中配教授 還有亞東科技大學郭亞廷教授來做報告 然後我們特別請到陽明交通大學的葉英華老師來做語談 那我特別要強調是說 金融資本它影響的不是只有經濟資本 它影響再來是社會的資本 我們現在重視著自然的資本 生物多樣性這個部分 所以台灣怎麼在這一塊一邊往前驅動 那到社會資本就是我們今天下午會連結到供應鏈法案的問題 連結到綠色金融公正轉型的問題 連結我們前兩年的一個主題 那這個也是對台灣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因為國際的供應鏈法案對勞工權益 對性別 對社會公平的保障 這就是我們台灣過去在核設經濟裡邊遠遠所不及的 好 我先到這邊 所以我們接下來15分鐘的時間 我們會請郭耀廷老師來做一個精簡報告 那我會再做一個結論 好 來 請 我是台大風險中心研究員郭亞廷 那目前任職於亞東科技大學新消育流通管理系的助理教授 很榮幸今天透過 透過富邦金控以及富邦文教基金會 來發布第三屆氣候 企業在氣候相關財務揭露的調查結果 我們已經知道氣候變遷已經是不可逆的一個情況之下 特別因應此趨勢 國際金融委員會 從2015年開始成立TCFD工作小組 到2017年發布TCFD的建議書 直到這個期間的時間 不管是全球的企業還是台灣企業 紛紛地加入TCFD揭露的一個框架 到去年的一個部分 TCFD工作小組揭露了最後一次的一個調查報告 同步也將把這樣子的TCFD的監管 交由IFERS進行這些監管 那與此同時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的一個金管會的一個相關部門的報告 可以知道台灣早在2020年就已經開始了 相關的一個揭露的框架 以及溫室氣體揭露的政策 希望可以透過政策 來幫助台灣的企業能夠接軌國際的一個部分的脈動 因此我們的台大風險中心 今年已經是第三屆的進行來台灣 在進行TCFD的一個相關殘留結構的調查 從四個方面來看 待會會會意義為大家介紹指標與目標 策略治理以及風險管理上面的一個作為 以及當面臨這樣的一個氣候風險 對於台灣企業來講的話 它是否有相關的碳定價政策 以及它有沒有進行實際低碳轉型的相關政策的一個作為 為何來作為台灣未來面臨企業進行轉型的一個策略的建議方向 因此本調查本中心委託了中華征信征信所 來繼續在今年的四到五月之間 進行了一些分成比例的一個抽樣 我們最主要的一個抽樣的一個產業別 以高碳排製造業為主 還有電子高碳排製造業 跟傳統高碳排製造業 約佔八成左右 企業服務業還有金融服務業 運輸及倉儲業跟銀件及不動產 約佔兩成左右 總抽樣的加速約901家 那我們抽樣的一個結果 主要的一個加速的一個profile 它的可以發現 最主要為非上市櫃企業 以及非集團企業為主 不過員工人數佔兩百人以上的企業 約佔三分之一強 那未滿兩百人的一個企業 也就是台灣現在的中小企業的一個主力 約佔三分之二 那本調查最主要的目標 以公司的主要的一個主管為主 那羅菲主管的話 也是以負責ESG或環安財務等 相關專責人員為主 通過調查顯示 我們詢問這些企業的主要的一個市場 絕大多數是在台灣 也就約佔57.7% 那他們的營收歸為一億以上到未滿五億左右 我們來詢問這些的一個企業 因為今年已經是第三年了 從2022年到2022年到2024年 我們的結果發現 從2022年的一個只有35加到今年 大概130加左右有進行TCFD 不過你可以從這張表格很明顯發現 在上市櫃的一個部分 是它的進展是比較快的 也就是將近的五成部分 顯現政策法規是為企業推動 替氣候相關財務揭露的一個框架的主要動機 因此我們詢問他 最主要動機有這些 看看你是公司視為重要政策推動 還是顧客要求 你可以顯著的發現 最主要是48.5%的企業 是認為國內的政策法規推動 他們要進行這樣的氣候相關的諮詢的調查 調查完之後他們的企業認為有最主要的顯著效益 而為何最主要大部分都認為是提升企業形象為多數 因此我們透過TCFD的光價 我們從四個構面來看 首先我們來看看企業它在指標與目標上的定地 你會發現剛全體的一個有溫室氣體碳排放的間流 大概只有佔55.8% 然後他們的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有沒有進行相關的查證 也僅有19.1% 正甚至在他們有沒有明確定立進行目標 也只有19.1% 可是對比這些企業如果有進行TCFD的企業來講的話 它有相對較高的一個氣候 溫室氣體的排放間流以及進行查證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有明確的政策一個推動 確實是使得企業能夠進一步的把這樣氣候所造成營運的風險 納入他們的營運的一個規劃跟質疑裡面 接著我們來看剛剛說的是企業它在範疇一與範疇二 是有進行溫室氣體的排放 那對於目前現在政策所謂的範疇三 是人事採用自願性的一個接種 政策力道相對來講較弱 因此你就可以發現 全體企業僅有12.5%有進行溫室氣體的盤差 那甚至因為你有盤差你才會定定說 那它的減量目標為何 所以也就非常比例上來講非常低 有只有5.7% 那除了指標跟目標 我們知道企業到底有沒有定義這樣的指標目標之後 我們重新再來看一下TCFD的建築框架 它分別在治理的共滅 也就是說治理文化 它是不是有把這樣的氣候的風險納入它的營運裡面呢 我們發現有進行TCFD的這些加速來說 它有將近有成已經有受到董事會的監督 而且今年我們甚至有設計一個題目 這些董事會成員是否有進修相關的氣候課程 你可以發現有進行TCFD的企業 企業來說它相對來重視 來去培育它這個氣候人才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企業在意他們在 基效跟也就是他們減碳的基效 能不能跟他們高階基隆的薪酬做一個連結的時候 你會發覺到它的比例還是偏低 好 那除了治理之外之外 我們要看我們要問台灣企業 面臨這樣的氣候變遷 它做好準備了嗎 它有中長期的一個策略規劃了嗎 結果顯示我們去詢問它說 你們有沒有評估十年以上的中長期的風險 結果發現半數企業來講 它還是並沒有評估他們中長期的風險 甚至對於財務衝擊 它也比較沒有能力去量化它的財務衝擊 那在面對氣候變遷的時候 透過我們知道 國際上會有不同的升溫情境的一個情境分析 那企業它從我們2022年的調查結果顯示 到今年2024年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是緩慢的一個成長 今年也僅有52.3%的企業有使用氣候情境分析 那風險中心除了這個調查之外 我們也有持續不斷的去訪台相關的一個企業 就是高碳排企業 詢問為什麼他們在目前氣候情境分析上的一個情況 那發現有主要原因有這三種 那結果可以顯現台灣企業 目前尚未建立氣候任性的一個策略 除了剛剛的治理跟策略面之外 我們進一步來看那企業它是否有去辨識這些氣候變遷 所帶來給它的一個實體風險的災害 實體風險就是舉凡像升溫缺水 也就是面對未來越高溫的一個台灣 越來越高溫的一個全球來說的話 它是有評估它的一個缺水淹水 以及它的一個實體風險的災害對它的影響 結果我們透過一個產業人類別的一個區別來看的時候 你會發覺到所謂的傳統高蛋白產業 它相對來講它有評估這些的一個風險 不過電子高碳排產業則為偏低建議需要強化 但是在圖資的使用上面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會面對不同的一個生物情況 那需要有比較專業的科學工具來去幫助產業 來去因應它的營運上面的一個造成的一個損害 結果顯示他們的圖資的使用 也僅有從2022年的22% 生長到今年的4成左右 那因此台大風險中心也與中研院來合作 研究一個所謂的CCIB的一個研究 那希望能夠透過這個網站 未來提供給台灣的各個產業跟各個企業 能夠去免費使用這些圖資 那希望未來當我們網站上架之後 能夠給台灣的企業更多的幫助 除了剛剛說的一個實體風險之外 企業面臨的一個政策法規還有技術跟市場的一個變化 它也就是我們所謂TCIB定義的一個轉型風險 那這一塊的話 我們透過台大風險中心的團隊去進行 台灣在2022年的碳排放鏈最高的30大的一個企業 來去看他們的永續報告書 針對他們在氣候的一個轉型風險上 你可以發現大家認為未來對他們的影響最大是碳定價制度 是企業認為有可能發生機率高跟影響程度最高的一個狀況 那既然大部分的就是30大企業認為這個是影響程度跟發生機率高的話 那台灣的大部分企業作為是如何呢 我們來看一下 對這一部分的一個細節未來 我們相關的一個台大的風險中心的電子報 很歡迎大家來掃QR Code 訂閱 就可以看到更詳細的部分 那因此我們詢問這些企業 結果發現未來碳定價對財務的影響程度 其實六成多的企業都認為有嚴重或是非常嚴重的影響 但是由於在目前台灣的在碳定價的鄧盛策上面 你可以發現從我們第一屆2022年到今年2024年 可以知道仍然又有八成企業不清楚 台灣目前在嚴重的一個碳定價的一個價格 另外我們針對我們受訪企業來詢問 那你是否有出口歐盟受到西北的寡制 結果顯示在絕大多數八成五的左右的一個企業 並沒有受到並沒有出口歐盟 所以他們也不受歐盟的西北的一個管制 因此他們在取得產品探讀機的盤查的認證上面 你會可以發現全體僅有6.7% 那因應的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台灣的一個碳費制度上不明確 所以企業它本身自己把這樣子的碳的一個成本 從外部成本內部化的一個碳定價的策略來講 已實施的在成體竟然是非常的低只有2% 對那有進行TCFD的企業相對的高 但是也是偏低只有8.5% 好 面對風險 我們除了辨識它可能造成的實體風險 還有轉型風險之外 其實對企業來說 它要掌握氣候機會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也是針對台灣的前30大碳排放量最高的 永續報告書 來繪製這樣的氣候機會矩陣 你可以發現台灣的企業 他們認為使用低碳人員 還有增加跟開發低碳產品跟服務 是未來可能發生機率跟影響程度最高 可以足以掌握的氣候機會 所以我們就來看 那台灣企業它準備好 抓住這樣子的一個機會了嗎 結果顯示 台灣的企業全體僅有32.7% 它有建設再生人員 那購買綠電瓶級 購買綠電憑證更低只有5.4% 因此他們在訂定再生人員目標上面 也僅有全體只有11.1%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台灣的用電達湖條款 並沒有按照實程檢討 所以它的政策力道相對來度 相對的力道來度 在企業在再生人員的發展上 其實並沒有顯著的一個成長 再來我們來看看 那產業受到所謂的綠色供應鏈的壓力如何呢 我們來看 我們用產業的別來作為區別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 電子高碳排的一個部分 它比較受到較高的企業 建議它使用再生人員有28.1% 那相對其他產業則會稍微偏低 但對於企業來說 它資金上的需求 建設再生人員是否有資金需求呢 你可以發現只有21.8%認為有資金 那購買力量憑證上也只有30.9%的企業 有資金上的需求 可以顯現出來 資金其實並不是企業要不要發展 再生人員的一個主要考量 接著 除了低碳人員之外 我們知道在面臨這樣的一個氣候變遷的一個環境的威脅 企業能不能掌握先機 能夠來進行一些相關的低碳創新 那低碳創新它主要就 就針對學理上來講話 它有四種 一個是產品創新 一個是製程創新 還有組織創新跟行銷創新 那我們就詢問這些企業 只要你採用任何一種的行銷 任何一種的低碳創新就算 結果顯示 今年的話大概只有兩成的企業 有採用地形 任何一個形式的低碳創新 那這些的創新類別 他們認為未來可能會希望資金的優先用途 而是會希望用在他們的製程的改善上面 為主為最大宗 那其次是產品創新 那我們知道 金融業其實在這個進行轉型的一個過程中 扮演相當重要的關鍵角色 所以我們就要來詢問 企業到底面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中 是否有曾經被要求要提供氣候相關的資訊 結果顯示 從去年的18.2% 發現上市櫃被要求提供的確實是有大幅的成長到40.3% 所以顯現金融機構的一個扮演的重要角色 確實是相當的明顯 那另外我們詢問這些企業 你希望可以從金融機構提供給你什麼樣的幫助呢 結果大概是四成左右是貸款 那多於綠色保險需求還是蠻低的 只有6.4% 另外除了我們剛說的一個調查之外 在風險中心也針對台灣前三千大的一個企業 進行一些紙本上面的一個調查 那根據回收出來的一個46家的一個金融業 那你可以發現大部分這些金融業 它都有要求企業來提供相關的一個資訊 那約占快六成左右 那而且他們也有意願能夠提供優惠的金融條件 那甚至他們在金融相關產品的服務的提供 也有快將近八成左右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 從我們本屆的一個數據 可以發現企業跟政府應該更多的攜手 才能夠更邁向近年轉型的一個過程中 才能夠達到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所以我們接著就請周主任來為我們做 本調查結果的總結說明 謝謝郭曉廷教授 我想他非常精簡 我跟他講說他只有15分鐘報告 非常精簡 謝謝 那我想我先給大家一個概念 因為剛剛有兩張氣候風險跟機會 因為我們盤了前30大的製造業 那台灣的在2022年 所有的製造業佔台灣溫室氣體排放的52% 這前30大佔這52裡邊的83% 所以基本上在我們這歷年的盤查裡邊 這30大都有做TCMD 都有在做相關的國際的碳揭露 氣候揭露的準備 現在問題不是在這30大 是在整體的企業 在面對供應鏈的調查裡邊是看到的 好 那我就來下幾個結論 因為我們這個基本上還是要根據我們這一次的調查 所延伸出來 就是第一個我們其實有結論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我們怎麼樣去驅動政府治理的一個落差 第二結論就是驅動企業治理的一個落差 那在政府治理的落差裡邊呢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特別我想金管會報告了 金管會其實在2021年開始驅動的金融 綠色金融2.0到現在3.0 其實我一直講說這是行政院最有利的件 其他都不太行 但除了金管會 我們可以看到這次調查 我們的碳定價懸額未決 其實碳費在台灣的討論裡邊 已經從2020年討論到現在 甚至我有一篇文章談 台灣在2006年其實已經提出了能源稅草案 2009年其實覆改會 當時其實已經要定案了 到2021年的溫管法 其實全部都廢了掉 這一次從2020一直拖到現在 我想大家都有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實際上調查看到 就是因為政策跟實施其成一再多遠 使得導致企業資訊不明跟觀望 各位可以看到 剛剛實施內部碳定價企業其實非常少 所以事實上是溫水除青蛙 另外就是說如果沒有一個統合性的跨部會的 統合性的一個前瞻的自己跟規劃 碳定價配合其他的氣候揭露 配合其他的一個相關的綠色金融架構 沒有辦法去超越歐盟的這個Seabank 碳關稅這樣的一個架構 我們台灣怎麼樣掌握這個契機脫胎換股 讓台灣的這個產業再upgrade 這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說大家比較concent 就是再生能源法案條例裡面的用電大物條款 應該從2021年那時候有一個commitment 說2023年初要來檢討 到現在這個方案一直還沒有提出來 那這也是我們調查裡面可以看到 企業其實不是那麼care在生能源 那我如果說我們要讓企業 又加入台灣推動能源轉型的一個力道 這一塊的驅動其實也是太慢 也是太慢 那當然一定會面臨非常多的lobby 非常多的reasoning 是說為什麼現在不要去驅動它 但是總體來講這也是非常產生 會讓我們的無論是大的企業 或是這個供應鏈的企業 再推動再加入綠能 尤其國際要求百分之百再生能 這樣的要求的時候 這會產生一些辭職的狀況 那最後我還是要講說 政府部門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 一個跨部會的一個組織 政府跨部會的一個textbox也好 來進行這樣的一個架構 我們台大幫人中心在2019年的這個 這個聚變轉型 推動台灣長期能源轉型的這樣的一個報告書裡面 我們當時就建議行政院應該成立一個氣候會報 由行政院長 領軍 政委來督導 跨部會來解決台灣現在面臨的氣候進行的問題 我今天再講一次 台灣現在不是只有科技產業的氣候 台灣現在面臨氣候進行的壓力是非常非常大 因為我們過去很多制度跟實踐上是非常落後 所以現在沒有驅動上面 未來就是喪失我們在供應鏈上的一些問題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企業的治理的落差 我想也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今天看到除了 因為政策上使了企業觀望之外 就是說我們調查裡面看到企業當然這幾年都有進步 但是半數企業在人力人才的進行企業風險評估 或使用氣候情境分析跟圖詞這個部分 都還是有一定的落差 那這個我們在行政院其實代表風險中心 在行政院我們已經有提案 就是要建立由聯曾中心 聯曾中心委託POMOSA來建構這個氣候風險資料 這些人已經打正了 那我們彤清明教授更要求是說 水利署 農委會 海委會 相關的災害的風險評估圖資 不會是自己應該有 那為什麼 因為國際上要看台灣企業在氣候揭露 碳白揭露需要一個verify的一個資料 台灣沒有建構這個資料 你談太多的碳揭露都會是票率 OK 好 那現在的問題是人力 人才的問題 需要一個政策engage 他在公司自己上才會快速地engage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而且我們現在到處各部門都缺人才 OK 另外一個比較 另外一個就是說 企業可以掌握薪酬跟ESG的績效聯繫 我想這個在大企業我們都看到了 但這個怎麼樣往下落實 一樣就是在人才的架構底下 尤其我們剛剛前一場報告 在氣候財務揭露的量能專業上怎麼培育 就非常重要 那特別在這一點裡面特別有一個 我們認為比較tricky的地方 就是高碳排產業 這個傳統高碳排產業 這個進行氣候實體風險評估 反而是高於電子業 那這個我們是感到非常tricky 不知道是不是問卷樣本的問題 還是是說是整個電子業 因為它有一個部分 他不認為它是在C本的範圍 所以它根本就不做 所以這個也會影響後續的原因 另外一個就是說金融業事實上 我們的調查這幾年 就金融業事實上是採取多軌車類 他們已經都有非常高的比例 願意提供氣候金融商品 並要求廠商提供氣候制 揭露落實ESG責任 那這個是有這樣 但是我們調查出來 還是看到郭博士剛剛特別揭露 就是說企業在低碳產品跟製程創新方面 要求貸款仍然很低 所以我想這就是一個政策 沒有創造一個創新的氛圍 這個氛圍沒有出來 其實大家要推的非常難 另外一個就是綠色金融 它如何去進行氣候減碳跟調試 促進金融的公正專業 我們下午就是去年 聯合國的發展署跟國際勞工組織 發表了一份文件叫做 Finance Just Transition 這一份文件 那這一份文件 會現在連結到我們今天下午要談的 所謂的供應鏈法案 禁止調查法案 就是這個會從金融到產業到社會 勞工權益性別平等 社會公平這個部分 也是我們整體要來討論 那我想我們公園中心非常的希望 這個能夠在這樣的一個倡議裡邊 大家一起來努力 那今天小副總統也在場 那我們這個副方企業也一直支持這樣的一個 我們在進行這樣的一個意見跟實踐上面 我們作為一個大學的一個研究跟政策 倡議跟實踐的平台 我想這個是希望大家在一起來努力 好 報告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台大風險中心研究團隊的精彩報告 我們我們在進行程序 我們可以進行程序 我們可以進行程序